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由声势最望的古天乐夺得最佳男主角 颁奖人为印度知名演员阿米尔汉 古天乐接过奖项后一度紧张找不到至此小抄 他非想自己从香港无线电视一路演到大屏幕 最终获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认可的心路历程 而最佳电影奖则是许安华导演的作品《明月几时游》 同时《明月几时游》拿下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女配角 最佳美术指导 最佳原创电影音乐五项大奖 成为本届香港金像奖最大的赢家 今年50岁的毛顺君曾三次入围金像奖最佳女主 四次入围最佳女配 并凭借早熟拿下最佳女配角奖 这次的参赛电影《黄金花》助其拿下第一座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开心至极的毛顺君 男演激动心情 泪洒现场 三次提名最佳男配角的江浩文终于拿下黄金配角 她在领奖时高呼 我爱香港电影 最佳新演员奖由黄金花的男演员林文龙获得 组委会特别请来了郑一剑 钱佳乐 陈小春 谢天华 林小峰为期颁奖 其他获奖名单包括 新晋导演奖 彭秀慧 29加1 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奖 大佛普拉斯 最佳视觉效果奖 黄志亨 徐剑 悟空传 终身成就奖 楚源 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好好看 我是柳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